exercise exercise是說 當我家一家有辦法exercise 我們才知道說 未來環境資源獨裁要怎麼運作 因為它絕對是一個夥伴 絕對不是一個獨裁的政府 不是一個龐大的政府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創新的企業的規則跟文化 最重要的是我要建立一個夥伴關係 政府跟民眾的夥伴關係 政府跟政府的夥伴關係 最後是一個 citizenship 台灣只有國民 台灣沒有公民 你們覺得台灣有公民嗎 台灣有公民就不會選出這些人出來 台灣有公民 我們國家就不會爛成這個樣子 但是不要怪誰 怪你們 怪所有的 每個人都有份 為什麼你們不跳出來 為什麼大家選擇沉默 只要有人請我演講 我一定去 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義務 愛聽不聽 我都會去 因為我們要建立一個豐民的關係 為什麼我在台北先要把它落實在國民教育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已經來不及了 要考下一代 希望他們長大以後可以撐頭一點 可以更有citizens 所以今天跟各位掛掛到這個地方 很抱歉 沒有好消息 跟各位講的都是壞消息 但是呢 也不是沒有希望 我覺得呢 這東西就是起碼 你們要從你們在學習的過程 你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一定要注意跨領域的東西 一定要注意 不是我們這一行的東西 我剛剛跟各位講 最關鍵是 Governance 是政策 是政府組織的法律 我們學理 學功能 是不懂這種東西 是沒有用的 我們台灣學法的人可能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的政府組織也不對 法令也不對 法規也不對 什麼東西都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從自己做起 在學習過程裡面 要多關心其他領域 還有呢 要關心全世界的議題 我碰到幾個記者的好朋友 說你們都不報國際新聞 他說很抱歉 只要一報國際新聞 受勢力就降到不行 所以他們不敢報國際新聞 這是非常吊詭的 因為不報國際新聞 你們越搞不清楚 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國家就越鎖越厲害 我們就把自己鎖到最後說死掉 請問你們 多少人可以講清楚 什麼叫清楚清楚 多少人可以講清楚 這個什麼叫做科本阿根會議 多少人搞得清楚 多少人搞得清楚 東協 加一加二加三 到底在看什麼 你們有多少人知道 中國大陸在做什麼 你們多少人知道 清華大學 南京大學 幾個大陸在 major university 大學上都在學什麼 你們都搞不清楚 你們搞不清楚 你怎麼跟人家競爭 台灣這麼小的國家 都搞不清楚 我們怎麼有辦法 在這個世界立國 所以我們是很危險的 我們真的是非常危險 全國都在吃米萬鳥 真的 我們全部都在吃米萬鳥 因為我們完全不清楚 你們在看什麼 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所以從各位同學做起 我剛剛問你們的問題 你們要是都沒有辦法回答 你們就有問題了 你們就有問題了 因為不是說你們的 全台灣人都是這樣子在過日子 這是很危險的 有機會再來跟你們談截 很簡單 但是另外一筆張 有機會再說 好 請今天跟各位報告到這地方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再想留給你們 好 謝謝 李教授已經 promise 我們還會有下一場 所以我們在這裡先謝謝李老師 今天我想 這個李教授在台大地理系 多了很多粉絲 那我們的體理教授來著 真正的用意 是希望他今天談的這些議題 這些議題跟這些專業本身 是多了很多粉絲 不是只是人而已 因為我們的國家乃至於全球 這些專業需要更多的 新生菌的加入 那其實地理系 李老師剛剛跟我們說 他的公子在美國 念博士就是在念地理 所以其實也是讓同學 有更多的信心 那此外當然李李老師也講說 他現在對政治工程很有興趣 可是臺灣在整個我們國家要轉型 其實想像工程跟教育工程 其實才是我們最大的根本 那我想其實這些議題 有時候在日常生活跟同學講 同學大概就覺得老師講一些 好像沒有營養 然後隔高空的話 那今天有名嘴來跟各位說明 我想對同學來講 對這些學習內容 真的是很大的振奮 不過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同學跟老師 還是有一些問題想利用短短的一些時間 跟李老師做請教 那不曉得我們現在就開放一下 看看各位老師跟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心情很澎湃 不過盡量把握時間 你們助教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好這邊 好沒關係我聽了他 想問一下教授就是 就是教授還蠻重視民眾參與的部分 那其實相信政府跟民眾之間一定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你在這之間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這是不是也有建立一個就是很理想的資料庫 讓你可以去不斷的翻閱 或是只是溝通的過程 謝謝 中網大牌從第零天開始 我就要求他們做所有的紀錄 所以這紀錄是非常完整的 大家不要覺得說民眾是不能溝通的 市場民眾都是可以溝通的 我記得在中網大牌的剛開始第一次去做說明的時候 群情激憤 因為我要把它的停車檔拆掉500個 500個停車位 因為它是一部分加蓋 我要把這個停車檔敲掉 拆掉500個停車位 哇所有的新莊 從民長里長市長全部跳起來 他說我們車在停哪裡 車在停哪裡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就告訴他們說 新莊捷運大概2年以後就通車了 OK 這個你們要去過賽納河 誰把車停在賽納河旁邊 第三個 這個汽油越來越貴了 你們以後也不需要開車 也開不起車子了 然後就是慢慢跟他們溝通 當然先幫他們找替代車位 慢慢跟他們溝通 現在他們已經不談這個議題了 這議題都沒有了 已經不是議題 不是議題 現在他們現在可以做到什麼 慢慢引導他們做 我們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考慮 除了你們的私家車以外 根本外面的車子不讓進來 他們現在在考慮這件事情 說我的外車 這裡面就是一個 我說小朋友騎腳踏車就可以上去 這裡面呢 除了必要的公共的運輸工具以外 根本不讓他進來 他們現在也慢慢 說他可以這麼做 假如他們願意這麼做的話 那一個社區 我想是半個行動 就會變成全台灣最適合的人去做 所以民眾是要跟他溝通 要去引導他 要引導他 今天台灣人沒有 台灣人是不會溝通的 我跟溝通的東西 這故事也可以講很久 這個溝通的故事講太多了 事實上溝通是非常重要 但是真的 但是非常重要是你要非常 sincere 你一定要非常的誠懇 你一定要了解人家他們的立場 你一定要搞清楚的東西 然後最重要是你一定要非常專業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裏 你一定要知道說 我很清楚我的底線在哪裏 但是我不會告訴你 我會先挺你的 我會慢慢慢慢compromise 到我的bottom line 我就要defense 我一定有東西要defense 所以台灣人常常是說 一碰 以後我就退了 所以這個溝通是個 我不是學這一行的 聽說政治系 林教授在學這一行 但是我是有實戰經驗 我是跟不同的人 什麼樣的人都可以做 到廟裡面跟那些 90歲的歐巴桑都可以溝通 所以溝通 我們有非常完整的 documentation 你們有興趣 我相信他們應該都很多地方 所以溝通是 對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東西沒人教 沒人教 他是一個非常專門的學問 我有一個power point 在講對話 怎麼樣對話 那是一個非常專門的學問 非常非常專門的學問 但是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學問 就是 你要非常的誠懇 你要讓他們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 而且你要非常的專業 我應該開個課 叫做來 你好 今天您聽感動說話很多 其實我有一個很高興的地方就是 您可不可以在台大高 站起來一敷 把台大的政治工程先解決掉 各個科系的整合 好多多都要聽到 我們要提到 師傅 非常之間